等一下我們今天要上課的主要的對象是這一個MyViewBoard 這一個白板互動的軟體 那 他 各位可以到他的官方網站去看一下 他主要是一個在 觸控白板上面跟學生互動的一個軟體 那跟我們十年前推那個 互動白板的東西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除了觸控白板可以用 你沒有觸控白板他一樣可以用 所以他是一個可以促進學生在課堂上 或者在遠距上面互動的一個軟體 那除了這一家之外另外一家蠻有名的 叫提摩豆 各位我的講義上面有 各位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他是網易資訊的提摩豆 叫做HighTeach 那這兩家在目前 就是目前交易界裡面 他是比較流行的兩家 跟那個MyViewBoard 那這兩家的軟體都是通用的 也就是說你不用買他的硬體 你不用一定要買一個 買MyViewBoard的電子白板 你就可以用 那所以他是跨通用的 跨軟體 跨那個硬體通用的 那所以不管你要用哪一個 都是沒問題 都可以有效的促進你跟學生的互動 那我們自己在使用上 我們會覺得 MyViewBoard 他的做教材的功能 跟在教室的 現場的那個互動的功能 他是比較好的 那如果你是 比較就是要跟學員 比較有那個互動性 然後希望你的一些問答 然後馬上就會有個統計資料出現 你就可以馬上調整你的教學的話 那這一種的話會是 提摩豆的 HighTeach會比較方便 這是個人感覺 沒有一定 那不過因為各位申請 跟教育處申請的是 MyViewBoard的教學方案 那所以我今天主要會是講那個部分 但是如果各位 待會我們那個 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還是可以跨 我還是可以講別的東西 沒有一定都會鎖定在 這個MyViewBoard裡面 那所以各位如果有 有任何的需求也可以直接提 這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就麻煩各位 把它先直接點兩下安裝 那安裝後的第一次 他會要求你做認證 各位直接點兩下安裝